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一段时间了 那现在适应的怎么样 适应的怎么样 我觉得每天都有新的挑战 每天都在适应当中 适应多久了 这样已经快 八个月 八个月左右 也算一段时间啦 但是就是说 其实我觉得我自己那时候来的时候 就把它定位成一个学习之旅 因为这一个领域 虽然说有些我在的位置上 是跟传播啊宣传相关的 可是从以前是记者或是媒体的角度 跟现在是政界 然后你要宣传出去 那个角度是不一样的 然后要做的工作也不一样 所以说蛮多新的挑战 也都慢慢慢慢有上手啦 应该这样讲 不像当时绝对当中天的主播嘛 但当现在 当时绝对不会需要帮候选人来事宜 尤其是还是私领域的感情问题 今天其实主要要问的问题 就是高宏安了 高宏安今天在联合报的一个 分析选战观察的报道里头 标题非常的精准 他说封城是暗黑大战 的确哦 过去清楚从来没有这么高的 这个关注度 也不会有这么多的攻击的版面 而这一次呢 是蓝绿的侧翼指导私领域 就是说高宏安从论文到资测会 到兼职 那么现在更被直接打 我认为这一次可能真的比较有直接影响 而且真的对于一般中间选民 女性选票会关心的 就是她的感情问题 那么甚至被影射说是在介入别人的感情等等 连周玉寇都跳出来一起来搅这一堂浑水 那么所以这个事情呢 在很多侧翼连续攻了好几天之后 大家觉得最毛骨悚然的是说 哇 这个相关情思掌握得超精准 包括这个太太一个礼拜之前病逝了 好像往生了 对 然后什么时候 应该是前妻啦 不是太太 前妻 然后什么时候 在资测会两个人 有上下属关系 哪一年哪一年 清清楚楚 所以她的私领域 包括曾经过去反走过 留下痕迹的这个资料 从哪里来 都会让人家觉得 哇 这个是真的不得了 可当然也是林庚人 拿到版面最多的时候 也这次包括自由时报 也引用了她非常多的篇幅 所以呢 这个其中最新的很多回应 包括周玉寇 你要不要直接针对这整个事件当中 高宏安的整体的回应 好 对 刚才前秋姐在特别讲到 就是大家很难想象 这一次的选举当中 怎么会是新竹变成全国关注的焦点 像我最近常在听人家在讲说 今年的全国选情好冷好冷 可是我想新竹的人一定不会这样子感受 因为突然关注点都在新竹身上 刚刚讲说新竹最有名的是酒降风 可是我觉得最近吹的是政坛的歪风 就是你就觉得高宏安到底是犯了什么滔天大罪 一开始先从刚才请求讲论文案 他在被打论文案的时候 他是从论文案 研究所大学高中达到幼稚园 这种事情都全部你的人生简历过一遍 我不知道这种选举的层次 就是你会清楚甚至 他不是直辖市 他打到总统的规格 对韩国一规格 前秋姐一定非常非常感同身受 因为那一段时间你应该经历 就觉得这现在是在打到什么了 那接下来我们讲的是资策会 好资策会啊 你说到底这个有没有授权啊等等 其实大部分的观众是听不懂的 是不了解的 因为每天每天大家接收到讯息 几乎及时回应之后 高宏安大概就把球打回去了 但这一次例外 这一次高宏安在回应这个事情的时候 时间比较慢 而且在回应的这个态度上面 也的确比较闪躲 所以引起了外界更多的质疑 好我们就讲说这一次的事件 跟前两次为什么不一样 我们讲论文讲资策会 一般观众听不懂 你讲到什么男朋友 什么是小三 大家耳朵就竖起来了 八卦就容易消透了 他真的非常非常容易让大家入口入耳 就是他会觉得说好有趣 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怎么回事 好我们先讲 这次为什么说是林庚人丢出这个东西来 就是说是不是你男朋友啊 是不是有兼职啊 大家会觉得说 哇林庚人终于听到他的声音 或者是很多人终于 原来国民党有人在选 真的真的很多人是这样的声音 但是我们觉得大家都是各自努力 因为林庚人他原本就是一个 在地型的议员出身的 那当然他的空战 或许他称入他自己所言 他并没有那么的熟悉 所以他是陆战型 那这次为什么他会丢出这个东西来 我必须要讲 这个男朋友啊 或者是说他打高宏安 什么感情事件 这个在高宏安选前 耳语就非常非常多了 所以这并不是说 林庚人这次突然挖到什么大料或什么 大概在 我至少知道在五六月 今年五六月的时候 那时候高宏安根本没有宣布参选的时候 就有人在 因为开始讲说新竹可能高宏安出来选 他就有人在放这个耳语说 哇会打他的感情问题 会打他 他是什么小三等等 这些都听过 很早之前也就听过了 对 那试问一下 这个如果是打高宏安最利的民进党 如果这一题他怎么会不打 他怎么会不打 当然侧义现在也跟上 也跟上 因为是林庚人出手 他们现在开始洗的说 不是我们讲的是林庚人讲的 因为这一题就根本是空包蛋 我先来讲一下 刚好这一次 整个他的所谓的助理事件被打了三条线 我一意来讲 第一个 所谓是什么感情纠纷是小三 第二个说他是兼职有问题 第三个说 什么捐款回流到民众党 是什么严重的贪污啊等等 好 我们先讲小三这一题好了 周玉寇会声会影的这样子讲 就是说哇 他说他要在那个他的节目上爆料 说什么2018年他们是认识 进入到鸿海认识 2019年交往 然后上司 上司 对 然后就产生了感情 然后2020年这个男朋友呢 就到了美国去进修 然后就跟他的老婆离婚 然后接下来什么2021 2021就变成他的什么公费助理等等 然后前阵子还把人家就是说前妻啊 可能因为癌症过失这个拿出来的消费 然后塑造成哇这一对真的是波心寡异的男女等等 好 那我就问说 现在 这位所谓的理性助理 他就直接出来讲说 2015年我就跟我的 前妻离婚了 完全不对啊 2015年甚至高宏安都没有进鸿海 他们双方根本不认识就离婚了 2018年他才进到了鸿海 这个是理性助理的声明 我必须要讲我不认识这个理性助理 但是他声明已经过了一天多两天了 你有没有看出有人出来反驳 没有啊 对啊 如果假设他敢这样子说的时候 你如果指控的那方说什么 你们这个有婚内出轨的状况的话 你其实你就可以拿出证据来 但是看起来是没有 是空包弹 我必须说 影射的杀伤力最强 这个是那时候 促转会的这个副主委张天心讲的 现在就是在会生会营讲 反正我只要听到说 高宏安是小三 高宏安是小三 哇这个很容易在街头巷尾这样子传啊 年轻女性从政 就是在台湾很容易被做 没错 像这个浅秋姐自己 其实也在经历过政坛这一段 你也会觉得说 女性真的在从政 难怪真的是不容易 因为只要你还没有结婚的时候 你就开始被解释 你有没有交男朋友啊 有交男朋友之后 你什么时候要结婚啊 有结婚之后 你什么时候要生小孩啊 有小孩之后 你的小孩怎么样表现的如何啊 一一的这样子去解释 让我都觉得说 我们在讲说性别平权 性别平权这件事情 真的像我自己身为男性 我就觉得说 男性的从政人物 有没有这样被解释 王八千就应该理所当 对啊 有没有这样被解释 这个完全是没有啊 就是大家就觉得说 哦啊 反正他对他老婆交代的过去就好 他老婆不讲话 那大家也没什么好讲 哎不是 但对女性来讲 你去用显微镜去找问题 找问题之后 就会影响 对 然后找到问题之后 你用放大镜去看问题 最后你用哈哈进去解读问题 这就是现在这个状况 所以小三这一题 其实根本就是八卦风花血液 他并不是要跟你诉求一个真相 他只是要造成耳语 而且爆料的时间点 刚好也就是在这个前妻去世的一个礼拜之后 这个时间点也很精准 我有听到就是 当然有媒体人在分析这件事情 他就说 这个为什么 他们这种影射的八卦不放出来 那就是有人掌握到说 哎是不是前妻正好在过世之后 讲难听一点有一句话叫死无对证 就是他们会觉得说 反正我讲我的 然后你们讲你的 因为你们你们是当事人 那如果另外一照的当事人 对说不清啊 反正这个事情就这样子过去 他们造成的效果就好 可是我觉得 接下来另外两个 那个叫法律层次的问题了 对好 第一个 林根人也继续在打的所谓的 什么兼职不兼职 能不能担任他的这个立委助理 对 是不是实际在担任职务还是人头 好 这个事情我必须要讲 这个理性助理我不认识他 但是我之前就听过他 因为他本来就在帮高宏安的办公室在做事 不只我们这样回头去想 那时候林根人或是说其他人 要证明 有这个男朋友的时候是怎么讲的 有啊 我有看大家立愿都有看过 他这个理性助理出入到立法院啊 啊有啊 他有在跟着高宏安去跑地方啊 回头去讲你现在讲他是人头助理 那不是很好笑吗 他都去了立法院办公室 他都去了新竹跑地方 然后回头你说啊没有 他都没有做事 他都是他都是一个人头 他只是挂名 然后有人拿那个 他跟林颖梦的什么前男友做对比 那前男友是在国外呢 那这个理性助理是真的帮他 不管在立愿 不管在地方在做事 那回头你怎么会讲他是人头助理 然后另外一个是说 到底兼职 能不能兼职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个可以讨论 可以讨论就是说立愿的助理 能不能兼职 以现行的法规来讲 他是可以兼职的 本来他就是可以有一份职业 然后也在立法院做助理 如果大家觉得不好 这件事不好的话 蓝绿这三四十年来 也太多了吧 太多了你们怎么不修法 去把你的所谓的立愿的助理 兼职这个 说立愿助理不得兼职这件事情 然后去做一个法规的话 没有啊 那如果大家真的拿出来 高家宇小马 是啊 等等 就是大家会觉得说 这个怎么会到高宏安上面 就是都不可以了这件事情 那当然会让人家觉得匪夷所思 那当然 那就是捐款咯 对啊 因为捐款是不是有这个 所谓左手进右手出 拿了这个钱 在立法院所谓兼职的费用 然后拿去捐给民众党 当然现在带有很多讨论 对啊 我觉得很好笑 先讲说这个捐款 捐款就是衍生从那个人头助理 这件事情来的嘛 他们说 人头助理 你们先是诈领 然后呢 然后捐给高宏安的 什么责任捐 所以是所谓的严重的贪污 是核弹级的爆料 这里面有几个分几个层次 我们来讲一下 就是说第一个 什么叫做人头助理 我们刚才已经讲了 他明明就是有行使他的工作 那当然我必须持平讲说 那高宏安他最近也一直在强调说 他在整理相关的证据 拿出来给大家心服口服的 让大家知道这件事情 好 再来捐款到民众党这件事情 我必须要讲说一开始我看到的测译说 所谓的核弹级爆料 他是先用一个估算说 这个助理一年的薪水就是60万 哈喽 我觉得很好奇的这件事情 首先因为昨天有媒体记得问我说 可是他为什么他一年薪水60万 然后高宏安的责任捐正好就是60万 我就先问说 请问一下他那个助理薪水多少60万 你是怎么知道的 怎么知道的 你看过他新资条吗 他说对耶 我是看那个网路的测译他们估算的 所以说第一个这件事是 60万是不是60万 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啊 我是合力估算60万太奇怪了 对 对你估的数字60万是怎么来的 然后一只是为了要去凑高宏安的那个 所谓责任捐60万 我们必须讲各党各派都有所谓的 部分区立委的责任捐款额 那民众党是的确60万 但是他是一年60万 那现在呢 那个理性助理他是在2020年捐了一笔30万 2021年再捐了一笔30万 他把两年一加一的钱哦 加起来算是说高宏安一年的责任额 然后说啊这样就是对比 这正好就是有对价关系 所以就是高宏安涉嫌指示这个人头助理的钱 然后进到了所谓的党库叫做 呃他叫做国库通党库是不是 那昨天呢大家就开始好奇了 说啊真的有这种事情哦 然后就一番苏嘉全担任行政院长的助理张嘉玲 我也说到了 这个都是别人传给我的 大家立刻整理出来这个照片 对啊 办公室主任 没错啊张嘉玲就直接捐款了嘛 那柯建民 哎这次打官网打得非常用力的 大家觉得说新竹到底有什么大秘宝不能讲的柯建民 他的助理周立宣周宣 也捐款啦 啊我也不晓得说 那这样子如果他们这样子是不是也是国库通党库 那是捐了月薪三到五万捐了十八点七万 对等于是把半年的薪资都捐给民进党了 也是非常非常热爱民进党哦 我觉得是非常 民进党爱国 对因为我觉得捐款这件事情就是个人的意志啦 我高兴支持哪个政党 我就透过公开透明合法的方式 那个是写在监察院的政治现金上面的方式捐出去 到底有什么问题 如果有问题你就可以去告啊 对啊问题现在就是合法的事情 就被他抹的时候啊我就抹你一句扣你一句 国库通党库合法啊 不是啊我不是说国库通党库合法 我是说他拿自己的钱 他自由意志捐给民众党 这一点完全没有问题啊 所以现在就是说就刚刚跟钱就姐讲的一样啊 就是我反正我先扣了标签一下 有一些人相信就可以了 我觉得我觉得现在变成是这个样了 因为新竹现在的选情 可以说在民调数字高宏安不断下滑的情况之下 那么前几天当然盖洛普的民调 就中广这边做出来盖洛普民调 两个人甚至是平手 平盘跟盛惠宏 当然引起了非常多的讨论 那是不是代表着这个攻击有效 那么接下来将会 如果说真的绿蓝合作的话 选情会有很大的变化吗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教育界 你要讲他个人私人事情也是不容易 但是我觉得全局最讨厌就是在攻击这种 对啊 私人的感情问题 如果他是单身就更容易被攻击 我看前几天车车车车攻击说 所以你看高宏安就不是单身了 你看 他离婚也是麻烦 就要动不动就各种影射 对啊对啊对啊 我想说他不是单身又怎么样 就是 他其实我觉得他这次 会有一点 比如说回头去攻击到灵根人或什么 你昨天直播有讲什么 区区45万人哦 谁 真的啊 不是我啊 不是我讲的 应该是 应该是那个吧 那应该是那个亮哥讲的吧 那个人常常在洗啊 那个我就有看到 那应该不是 第一次真的在整个选情的版面上面这么大 也成为民进党娃娃塔 塔律班攻击的主力 很特别啊 我觉得也蛮神奇的 但 我觉得 欢迎回来中央新网千秋 我也被你影响 你使得起我还没 还有个片头 不好意思 他直播的时候也会 轻松聊新闻 时间到8点23分 欢迎回到中央新网千秋万事 我是浅秋 今天邀请的是其实是老朋友了 徐甫 那么从媒体转战到政坛 现在是民众党的文创部主任 徐甫 我正好想跟前秋姐聊一下 就是我今天来之前我就想到这件事情 我想说前秋姐本来就是我 新闻界的大前辈 可是第一次认识的时候 那时候其实你是在市府 我是在做记者嘛 然后后来 你又到了那个像韩国瑜韩总那里 企业韩总 其实都一路有联系 然后我们的角色常常在互换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今天 现在换我访问你了 之前都是你访问我 也不常 但是就是觉得被大前辈访问 也真是蛮特别的 其实讲到李庆祖真的是非常有意思 林志坚昨天我看到我也是司法界的老朋友 他二十几年都还在监守司法界的岗位上 他写了一篇新闻说 林志坚呢 他的因为论文造假的事情 被对造 这位小小调查员告上了法院 那么当初对方应该就是希望透过公开的审理 保障自己的权益就没有想到 才第一次开庭 法官就直接预令要求 这个法庭是不公开的 要做秘密审理 然后接下来还说 要当事人律师去把这个原告 要被告 被告的名字 真正的名字搞清楚 然后户籍地址弄清楚 再来告 否则这个案子不成立 我看到我的老朋友写这篇文章的时候 我都觉得天哪 这个在司法界公开审理 本来是个基本的 最基本的要求 他到底够不够成秘密审理的要件 通常是涉及到 比方说有些当事人的隐私等等的时候 才有特别需要 当然法官有这样的权限 可是就会觉得天哪 我们台湾真的是所有的司法 国家机器都一手抓 连林志健一个公开审理 法官的态度心正 似乎已经做成了 这个是多么可怕的一个事件 那么林志健的事情 连一个对手 被学长啊 被抄袭的学长 他要保护自己的权益到了法庭都还不见得能够维护自己的权益 那更何况今天是一个候选人 当今天的几位候选人 比方说不管是林根人 沈慧宏或高宏安 大家站出来讨论的理论上公共政策 但现在整个选战的脚步 打的通通都不是这个了 沈慧宏必须要为林志健来背书 然后还有很多公共安全过去的失误 球场或天花板 一大堆还没解释完呢 那么高宏安呢 现在光是这个小三风波 被攻击这种 周玉寇的恶意的言论来讲 应该也是应接不下 对 其实我要讲的是说 这两个 比如说沈慧宏跟高宏安 这个 沈慧宏要为林志健 论文背书这件事情 其实是他的自由选择 就是 但他的确也 曾经说他要力挺林志健 那至于林志健留下来的所谓的公共建设 要被检视 那当然因为他自己也是副市长 我相信这个 这个检视是很公平的 那至于小三事件 这个就是刚才讲的私领域的部分 那现在如果就算说事情澄清之后 可是留下来的伤害是造成的 尤其我刚才听到 其实就讲说这个 有关林志健论文的事情 然后他的学长被抄袭了 居然说还要什么秘密审理这件事情 可是对照过来 你看到这一次的 所谓的什么兼职风波 或是检举人风波 你看到检调 清楚的检调 不是秘密审理 而且大家讲说侦查不公开 几乎是临时差的 就会有各种媒体的爆料 说说 10月中旬 这个什么检举人 已经什么具体检举 什么有握有这个助理 还有人说这个检举人 民众党内部的人士 好 这个我分两部分来讲 对 我现在讲第一部分 就是放出来的消息说 这个检举人握有 这个高宏安 立委办公室的薪资条 然后同时也握有 这个所谓理性助理 在国内大型企业 六位数的薪资条 我就好奇一件事 清聪姐 如果我在两家公司工作好了 然后我两家公司的薪资条 哪一个人可以拥有它 哪一个人可以拥有它 我除了自己以外 我真的想不到 别人可以有这个东西 然后还说这个是民众党内部人士 这个民众党内部人士 怎么可能会有这个理性助理 这两份薪资条 所以我第一个我就觉得很好奇 这个事情是到底是捕风捉影呢 还是故意放这样的风声 弄成民众党的内斗吗 对 然后第二个弄成民众党内斗 这个我就观察到非常非常多的 呃 所以昨天蔡碧如前委员他就出来开了记者会 要告 要告 的确要告啊 因为这件事情 我觉得完全完全是不可能的 就是你说是不是有内部人士 我真的不知道 是不是有所谓的呃 前助理啊 通讯录啊 通讯录啊 通讯录外流这件事是比较单纯一点 因为我后来有去查 那个是2020年就是 在我们的立院党团 跟各个办公室 各个立委的办公室 大家有一个互通的通讯录 而且他也有放在云端上面 对 那个记者都拿得到 对 那个其实不难拿到 所以那个也没有什么外不外流的问题 那个很有心人士 如果要去把他做截图啊 或是把他抓下来 这个是的确有可能的 那至于第二个 你讲说那个薪资的部分 我觉得谁能拿得到啊 那第三个 你说啊这是民众的内部人士爆料 请举证出来 这完全就我了解 完全不可能 尤其是我们在这个高宏安被 可能是被国家级的打压 全党全国打艺人的时候 蔡碧如委员 其实是很用力的在帮 高宏安委员 在澄清 在反击 我觉得这种指控啊 他其实就是 我丢一个随便 一个乌七八黑的脏蛋给你的时候 我再丢说 啊是你们自己人 同自己人 然后把它酿成事实 问题是你也拿出证据来 根本没有啊 所以我现在蛮支持说 蔡碧如签委员可以去提告 就是说这些不实的影射 就要让他们尝到司法的代价 所以现在选情对你们自己评估来讲 是真的有危机了吗 不像一开始的高民调 这样的稳坐第一名的宝座 OK我觉得所谓的高民调这件事情 就我了解在新竹高宏安团队从来不敢松懈 清一国 因为坦白讲 以民众党的特性来讲 我们其实并没有很强的在地组织票 一个对手是 大概是六届的议员 一个是 这个所谓林志坚团队留下来的副市长 那高宏安呢 其实他就是想要 让大家了解说我可以为新竹带来改变 当然他的 不管他的政策提出来也好 或是他的形象也好 很容易让大家注意到 也拜民进党所赐 就是一直帮他打 打的他声量非常高 让大家看得到 所以有这样子的高民调 可是选举到了后期 大家都在分析说 其实你还是有一部分的会有 所谓的蓝绿归队 大家投票意向还是会觉得说 可是我过去是投国民党 可是我过去是投民进党 还是会有部分的归队现象 这本来高民调就不可以掉以轻心 那刚才讲到盖洛普民调这件说 跟沈惠宏打平的这件事情 我觉得当然是一定是可以做参考 而且这一次的 我觉得这种捕风捉影啊 或是这种耳语 也一定会造成影响 一定会造成影响 一定会有人觉得 那我对他不太了解 原来是这样子吗 然后在搞不清楚状况之下 他会投给他比较熟悉的人 连我看到那些推播有时候都觉得 顾次写太完整了 我都怀疑了一下是不是 每个人都躲在床底下 躲在衣柜里面 那边听到这些事情嘛 多予扣加持的结果 抹黑很肮脏 但是有用 我必须要引用就是说 我记得是 那时候纳粹时代的那个宣传部长 戈培了他讲一句话 谎言讲了一千次 他不会变成真理 可是谎言讲了一千次 又阻止人去揭发他的时候 有部分的人会觉得 相信他是真理 现在就是这样 他不是说 他们会讲说 我没有阻止你们讲 我没有阻止你们澄清 可是我们对抗的是 整个国家级的 不管是媒体的资源 不管是你国家行政的资源 你铺天盖地 一个人一天只有24小时 我澄清一篇 你可以用十篇的抹黑 那我完全完全完完全全是抵抗不了这种饱和的攻击 一定会有部分人相信 然后进而影响到选情 我想跟前生姐分享一个 我昨天看到一个 蛮有意思的一个调查报导 应该是调查报告 这个是 应该是一个第三方的单位 他去调查最近电视新闻 对候选人的 报导的正面 负面 还有中立的 这个新闻报导 然后结果 第一名最正面的居然是陈时中 居然是陈时中 就是大概 虽然在舆论上的风向 所有的分数都是负分最高 但是在新闻报导上 正面却是最高 对你不觉得很讽刺吗 就是说在电视新闻里面 陈时中报导正面新闻的时数是最长的 但是在不管蓝营绿营 或是中立方的 各方的民调 陈时中的仇恨时都是最高的 或是网路的舆论上 舆论也是 然后我反过来看说 那负面新闻报导谁最多 陈时中你可以猜猜看是谁 好像有看到这则新闻 就是高宏安 就是高宏安 然后好高宏安你不管怎么样 我们讲第二名就是 第二名是谁 第二名是黄珊珊 第一名是高宏安 负面新闻最多 第二名是黄珊珊 负面新闻最多 可是对照那个民调同样的一份民调来过去 各种民调来讲最不讨厌或仇恨值最低的人是谁 是黄珊珊 可是他呈现在所谓的传统媒体上面 是完全完全截然不同的世界 所以我就是回到我们刚才讲的 我们要怎么样去对抗这么强大的 就是你要抹黑攻击啊 对又是国家机器 从司法机关调查中选会到媒体 讲到这个浅秋姐应该深深有感 完全是一条边在文部当中 这讲到我刚刚本来就想讲了 陈时中现在最高兴 高兴什么 哇周玉寇跑去新竹了 就关心新竹了 他总算不在台北了 就关心新竹了 陈时中松了一口气 终于不用周玉寇一票陈时中一票 现在是沈慧宏一票 周玉寇一票 这个我不知道谁高兴 这个我不知道谁高兴 或谁紧张啦 就是因为我看到 陈时中那一次 讲出这个周玉寇一票 沈慧宏一票的时候 一直在压比 对有点紧张 其实在看这个议题的时候 对于民众党来讲 应该又是各种不同的滋味在当中 你看柯P出来 对外讲话的时候 都是讲说他们很诚实的评估 选情里头 高宏安其实是民众党的希望 是做一望二相对有希望 他说自己也说其实就算这个座衣也不见得多么的贵 但是至少希望在新竹他能够拿下 让他民众党不会泡沫化吧 然后现在却产生了很多的耳鱼 包括了是不是要气台北保新竹 这个气保效应要发酵 现在是不是有在操作的氛围在里头的时候 你有什么因应 这个座衣保二现在保得住吗 好 这个座衣保二这个访谈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我在唱 就是说 其实主席一般来讲 他不会去评估说 什么我们要几席 我们要几席 那当然在记者追问之下 那他就说那你就是根据现在的 比如说现在所呈现的民调状况或什么 你大概整体评估来讲 说在县市长的斩获你们会有多少 所以他才会想出说 他觉得是座一望二 座一望二 然后这个一 这个一也不是很稳这样子 望二不是保二 望二 那座一望二这件事情 那是根据当时的民调是 大概是上 应该是上礼拜受访的吧 就是高宏安的民调是领先的 那黄珊珊的民调 其实他跟陈时中交谈 那他是需要再往上提升 然后再跟蒋万安一较高下 所以他那时候才有所谓的座一望二 但是很多人解释说 哇是不是跟这个所谓的现在要 气饱啦 或是以安换安啦 这各种说法 其实这阵子哦 好多的媒体朋友会 打来问这个讯息 问这个讯息的原因是说 这个是一个 在我觉得在媒体上面是有意思的议题啦 就是说 是不是真的有这样子交换或什么 然后他们开始问我说 诶主席的行程是不是 都去新竹啦 都不在台北啦 然后就说或是什么 这个这一天去 不跟黄珊珊合体 这天要去跟高宏安啊 是不是这样子 那我其实我没办法很细部的 先透露他们 跟他们讲说什么 啊什么细节 什么浮选状况 但是我可以很大致 笼统跟大家讲 就是说绝对没有这件事情 甚至以地利性方便性来讲 因为主席现在还在当台北市长 那他就是利用空档去浮选 他对台北浮选的力道 绝对不亚以新竹 所以也绝对不可能有所谓的 呃 气宝啦 或是要交换啦 对 这个想法 其实你看 如果台北市有希望可以拼的 那为什么台北的资源 台北市直辖市 尤其是他八年下来的 这个成绩单 我觉得 柯文哲主席 对台北是非常非常看重的 对 嗯所以对台北很看重 不想丢嘛 对当然了 所以不可能拿出来做交换的意思 当然绝对不可能 但新竹呢 现在被打成这样 有什么防御之道吗 因为高宏官从我一开始看到 的确 呃算是气定神仙 很靓丽的去选举 你看越选越憔悴 然后真的是挺辛苦 瘦了很多 越选越憔悴 那么后来甚至在这些攻击里头 尤其这次跟人生的攻击有关的 那更显得有点这个情绪了 出现在这里头 当然任何人都很难避免 所以面对这场新竹的整个绿蓝的夹杀的时候 嗯 怎么面对 其实这件事情 呃 他自己个人情绪应该受到很大的影响 对 其实我觉得啦 呃 再怎么样呃呃呃 呃呃呃呃训练有数啊 或是说再怎么样心理准备 人毕竟还是人 我觉得在这种 密集饱和的攻击之下 其实他的压力 是非常非常大 那我自己知道 就是说他每天的 当然很早很早起来 拜票 每个候选人都是这样 很早很早起来拜票 那也因为 因应各种状况 你也是到 可能三更半夜 尤其他 他对自己要求 是一个很严格的人 真的我跟他 连到现在 如果发讯息给他 几乎都是及时回应 候选人没有一个人 是像他这样的 还是还是县市 首长级的选举头的 当事人 而且尤其是现在 你看他千头万绪的 这种各种饱和攻击 但是他几乎 每一件事情 他势必攻击 老实说 就是每一个事情 他都会了解状况 所以我觉得 为什么要描述这一段 在这样子压力之下 其实他会觉得说 你前面打到我 从我的什么各种学历 从小到大都解释 你当有一队都不行 同学还要跳出来帮他成心 甚至很多都是 就是我明知道是假的 或是我明知道是抹黑 我管你的 我就是抹你嘛 到这个后头 其实到对林根仁的这件事情 其实他也会觉得说 为什么还要去伤害到 其实他不相干的人 这样子 所以他那时候 在回应这时候 其实当然后半段 大家都开始有讨论说 那你不需要去讲到 林根仁这个民调 什么的状况 说民调很低 没有申选机会 我必须讲说 高安他的确是一个 也听得去别人意见的人 其实后来人家跟他讲 他说对他知道 他也会做一些修正或调整 他就是情绪了吗 对就是当下 其实人你不能去要求他是一个 如果是这样子很可怕 对很机器啊 我说我比较都 明明是这样的状况 我还满面春风 满面微笑这样子 那个就不是真的人吗 我觉得人都有自己的情绪 对没错 所以的确这个部分 的确如果你说在我看来啦 我不能代表他 但在我看来 这部分我觉得是讲多了 或是有一点点造成负面的效应 那的确他也觉得 他自己在这个言行的方面 他会做一些调整 我觉得是这样子 不过比较会让大家会关注到的是说 现在蓝绿 有好像一起夹杀的这个状况啊 过去人家讲说高红安民调 为什么被越打越高 是因为被率的越打越高 因为他你打什么东西 我回击的都准备的很充分 所以这才是这次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第一时间 第一个完整的回应 就立刻把对方的攻击给化解掉 但这一次反而是跟过去相对不一样 所以才会说 我的结论是造成了伤害 这件事情呢 一个其实牵扯到 刚才我们讲的说 比较入口的就是说 八卦 风花雪月这件事情 另外一个就是说 你要去收整 说所谓的助理的资料 就是说我到底哪些 因为有些东西 有些行程 如果说他是随身的助理 或什么的话 有些行程 他还要过滤 或是说你要把他留下 什么样是一个比较明确的记录的时候 我觉得高红安这几天 他有强调他在整理了吗 那我也觉得说 赶快的尽快的把这个事情 公布出来 一样 我觉得如果他能够很合理的很清楚的把他交代清楚的话 那这一次一样当然是可以化解 不过在我们自己在评估里面还有一个因素就是说 林根仁现在被关注到了 那加上这个礼拜听说有这个韩国瑜 选战倒数23天 11月5号 明天当然有几个重要的事情 包括台北市要辩论会 待会可以来谈 这个高端 哇 拆弹 敢在辩论前一天要拆弹 然后还有当然 韩国瑜先生要去新竹 帮两个人站台 我相信这个高红栏这边也是阵营非常的严正以待 关注啦 对因为 讲到这个 寒流效应或是说寒流旋风这件事情 浅秋节应该点地在心头 对我来讲 我也是 胜利其境的当中 那我觉得 韩国瑜绝对是有他的魅力 而且他的 聚光度啊 或是他本身就像 我这样形容就是一个大的灯泡 就是他会照得很亮 对对对就是很具象的就是没有什么 没有他的确是一个也很有聚光的效果啦 那当然会让很多蓝军会关注到这件事情 可是我必须要讲 就是说 呃这个灯泡 他在这一天照亮了林根人之后 他当然他前几天也照亮其他人 甚至也照 之后也会照到其他人身上 但是我们要选的不是韩国瑜 我们要选的是 这个新竹市长的选举嘛 所以当韩国瑜站台完之后 那林根人接下来 他能不能再维持这所谓的关注度 这我觉得 很持平的来讲 我们必须要 他必须要接受考验的嘛 因为过去来讲 他自己都承认 他自己是一个比较不会讲话 声量比较低的人 至少在媒体上的访问 他几乎是完全拒绝的 对 那大家关注到的是 韩国瑜来帮林根人站台 但是当韩国瑜离开之后 林根人能不能继续提出他的政策 能不能提出他的政见 他的愿景 或是他甚至他的 不管他的辩论也好 或是他的任何的作为 能够引起大家的关注 因为选战还有二十几天 韩国瑜只去了一天 甚至是几个小时而已 那剩下的 我不觉得说 剩下的这段时间 刚才是因为 韩国瑜去站台 林根人就会怎么样怎么样 我觉得还是要看到 回归到候选人本身 那对我们来说 也比较吃亏的地方 就是对 我们的确没有那么多的资源 不管是陆站的资源 或是空站的资源 但是 你们也没那么多包袱啊 对啊 是啊 所以我们今年的slogan 叫民众新希望嘛 其实我们要提供给大家的 就是一个新的希望 就是说希望大家 你勇敢的 我们提出来的愿景 我们提出来的希望 你勇敢的投下这一票 我们会让你看到不一样的改变 其实真的关注 就是希望在野党 能够改变一些什么 不要再让一党独大 一党独裁 这个是重点 我个人的重点 没错 好我们休息一下回来 的确这个礼拜六 礼拜天 明天真的是超级的一天 有好多新闻事件 即将要发生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三句亲爱 数如今 我现在是很想要讲一讲 那个 那个 高端啊 不讲实在不爽 高端啊 扯闭了 不言了 我看到那个 书生上讲的话 我真的觉得天哪 这些人真的完全没有在 他没有在管啊 他完全 这个说都是 说谎都已经 还有这个代言啊 都完全是很 直白 然后都视罗罗 太可怕了 以前还会上次要演一下 对我觉得 我觉得这几年看起来 一两年是 就是真的完全不演 就是反正又怎么样 而且 媒体的效果真的 我觉得真的是有效 就在我们看起来 就是怎么讲出这么蠢的话 可是 如果你有时候会看一下 其他那个 绿的电视台 就会感动 对啊 三成五折这样子 对啊 被抹黑了 自非诚实 这才是我觉得 台湾现在比较大的问题 这些是非的价值 是被扭曲的 那时候 因为我们才要坚持这件事情 对啊 我们前两个礼拜不是接 那个高端二期临床实验 就是说是 有中资公司在做 那以往 大家会觉得 如果说民进党的危机处理 就出大包啦 或怎么样 就直接毫不掩饰 就说没有啊 就是他也是一个 幸运良好的公司 然后只要 委托给这个品质 OK就好 谢谢王小姐 跟你一起 轻松聊新闻 欢迎回来 中央先往千秋万事 我们刚刚讲到 韩国瑜礼拜六 要帮林更人站台 当然现场有人说 因为他是党籍的候选人 那他想象的效应多少呢 是不是真的足以影响 新竹的选局 如果真的是 蓝绿两个候选人 PK平盘的情况之下 其实几个小小的波动的百分比 可能就会影响了 整个选举结果嘛 现在大家各界 也正在关注 可是我真的觉得 要实质去关心的是 更多的大议题 其中高端 最近政府发生的 是太多太扯的事情 故宫的议题 待会九点钟 我杨杜老师来跟我们谈 现在高端呢 为了赶在明天 果然是夜奔 这个竞争总部有用 几个重要的策略 你出来帮高端要拆弹 一路到现在来 包括王碧胜公布了 高端的采购价格 本来是不公开的 然后他也公布了 他们的版本的采购价格 接下来呢 EUA 10月底送进去 本来说如果来不及 或者是这个保护力 没有通过的话 可能会被废止的 但现在快速的 昨天连夜一致通过 就宣布了说 没有问题 高端已经获得了 评审委员一致通过 他可以继续拿到EUA 而还有一个人更扯了 这就是府省院长苏正 常常他身为行政首长的官员 居然公开了再度背书 高端具保护 效益 要带给国人更温和 安全 有效的选择 这是在言人 这是公狗 这是壮阳药 我们常常看那个棒球赛 或是什么金钟奖的时候 五周 五周制药 直接讲五周制药 就先讲求不伤身体 再讲求药效 这简直 苏贞昌现在是有在兼职 打兼职 很壮阳药的报告的消息 要查一下真的 这不只是身体力行打高端 然后现在还要再帮忙卖药 可是前阵子我觉得 那阵子我们觉得 是不是政府突然醒过来的说 先是李斌一开始讲说 高端那一批 这个好像有 品质上有问题啊 那也传出来不排除 会这个废止 EUA啊等等等等 就后来发现真的选情还是比较重要 就是我记得我们上礼拜或是前两个礼拜吧 就是揭露了这个所谓的高端二期临床实验 委托中资这件事情 那卫福部去签约之前 他就是中资了 那到现在还没有解释清楚 只告诉我们说 哎呀没有 人家也是就是品质优良的公司 那而且最后是高端负责嘛 那最后负责到后面 大家以为说 这个EUA你还可以过得下去吗 结果他们决定不切割高端 不切割欸 继续把他拉在身边才安全 而且那个刚刚讲说过EUA 14个专家全部一致通过 院长都交代 给国人更温和安全有效的选择了 这个评审委员哪敢不过 这个感觉让我想到NCC那时候关中天的状况 我虽然两个是不同的这个领域 但是一样院长交代还是谁交代 这个硬着头皮要扮下去呢 我觉得非常离谱 就是因为礼拜六是辩论会嘛 因为陈时中在疫情防疫不利这件事情 绝对 回答不出高端的问题的 对 所以拆弹 一定要拆弹啊 所以那时候 大家说什么百日 什么互相慰绕啊 就是说什么卫福部一票官员 带去找陈时中 其实如果你们真的要聚餐要续一续就 不会找一个吃饭嘛 哪有的 躲躲藏藏的躲在镜总 他最喜欢的红酒可以去唱KTV啊 对啊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但是我觉得啦 就是说你瓜端这个事情已经在国人之间自有评价了 我觉得就算你说你EUA现在14个做的这么难看 然后院长出来背书 到现在你觉得他是正分还是负分 我觉得 我觉得还是负分 会让人家觉得说 你民进党真的要为了护航高端啊 或是说为了要掩饰你说你疫情真的 党BNT 然后护高端这件事情 你要这样子做的这么粗糙 至少在辩论会的时候被问到说 你为什么30年不公开你的合约 哦我公开啦 那个指挥中心已经公布了价格 那是高端公布的 也不是指挥中心公布的 指挥中心公布的啊 指挥中心公布价格 然后再来说 哦那个要保护力没有办法 被认证 实验居然没有完成 EUA是如果被废止还没有通过的话 因为第一时间本来这个薛瑞人被问到的时候 就是说会不会通过还不知道 还要去过严谨的审查 就有严谨的审查 多严谨 14比0啊 这个效率就还蛮快的啦 就是但是哦这个 我觉得啦 因为高端这件事情 他现在国门开放 然后你说要去日本 要再补打三级这件事情 我让我自己感觉到啦 除了高端战士以外的中间人 有些人都会觉得说 我本来就是相信说 啊国产疫苗 其实也不会 也不会要被妖魔化 那我相信他 结果被打的时候 你国际上面都没有办法取得认证的时候 我觉得日本美国 这是一个很鲜明的例子 你就摆明了 我就不承认你高端嘛 我觉得你高端没有任何的效用 所以我才要再补打三级 我才让你 因为这是科学 这是应该有数字的 对 我相信 所以很多当时就觉得 我等不到BNT 我等不到莫德纳 我打高端好了 这一些中间的选民 其实现在 不会被这种EUA啊 说啊大家14个人举手说都好棒 这种被洗脑 那这个高端战士 你怎么样去 说这个高端有问题 或是怎样说防疫不利 他们都不会相信的 那一些我们也没办法去 说服他 他至少让明天的辩论会 这个陈时中 本来就已经 我很期待他辩论会上的表现 超级期待 所有的金句联发 对 不必多说 我觉得明天的 有人会不高兴 对 金句联发这件事情 我觉得明天的辩论会 的确在下午嘛 大家会觉得 可以好好的收看一下 因为对我们而言啊 我觉得 黄珊珊是对市政最显手的 三维候选人 其中之一 她是市政最显手的 我也相信她在辩论会上 最近有在做一些 什么样的演练或准备吗 有 这个人家陈时中 可是特别把 卫福部长 全部找去她办公室演练 我不知道卫福部长 要教她辩论技巧吗 还是什么 交代赶快处理高端 你看什么处理了 全部都给我处理 处理好好的 处理了这一部分 黄珊珊做了什么呢 黄珊珊这部分 其实 大家觉得珊珊过去的 应该说比较 相对弱势的地方 因为她比较是律师出身 她是比较冷调的一个人 没有温度一点点 但是我必须要讲 这是在媒体镜头上面 因为她对媒体 像请求姐过去也是跑市政的 那我过去很早也是跑市政 那我们那时候 对黄珊珊的感觉 其实她不是 坦白讲过去她不是媒体从儿 因为她不会表演 我知道她是很认真的议员 在我过去跑市政记者的印象当中 但她并不会喜欢藏在媒体那边 创造一些话题 或是我 我这个咨询的时候 我拿些什么道具 或是我问一些很辣的议题 或是我下一个很重的标题 她其实我们就知道 她的市政就是 她会搬出很多 她整理出来的资料 然后去一一的论述 好 现在到了市长这个层级 的确 珊珊自己都有讲过 有些记者笑她是臭脸山 就是说她对媒体镜头看起来 哦一百亿眼 很严肃或什么 也许是那些个律师性格 可是我私底下跟她相处的时候 接触不多 但是我私底下跟她相处的时候 我觉得很意外 她是一个很温暖的人 就是我相信很多人这样讲过 但是我自己感受的经验是 比如说我第一次跟她相处的时候 是一个办一个记者会 我邀请她来 她来 她讲完之后 她是留下来聊天 她是留下来跟你说 我们最近怎么样怎么样 你最近好不好 我最近我觉得怎么样 然后一一的跟参与的 比如说我们那时候是台北市小集 去聊天这件事情 那时候我就觉得 这个人其实就像一个大姐姐一样 她就是那时候是有笑容的 那时候是会笑的 然后是会关怀温暖 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辩论会上面 我们要让大家感受出来是 谈吐自若 然后有温度的珊珊 这件事情是我们要做到的事情 就算是她几十年了 小时候又志愿出来跑新闻了 没有 就认识她了 她当时的确是还算强悍 她现在正在修 看得出来修饰 或修正的角度 就是温度 温度 所以宋楚瑜亲民党主席 到底现在跟民众党的关系 会不会最后有机会出来帮黄珊珊站台 我相信那个珊珊团队这边啊 因为她毕竟也是亲民党出身的 她跟宋楚瑜都有一定的联系 一定还会在邀约 就成如 克文哲主席讲的说 我们的牌啊 就是一定不能先提前透露 包括郭台铭 包括这个宋楚瑜 最后有没有可能在新竹或台北站台的可能性 我觉得可能性都是有的 那但是我不能代表他们发言 对因为这些 本来就不是 不是说大家说不相往来 大家是有在往来的 那是认识的 那我也相信 因为我刚刚是问过刘悠彤的时候 问说那是不是郭台铭会站台 结果刘悠彤给我答案是说 现在看起来很稳啊 他并不需要郭董去站台 那现在呢 那对了 随着时事的变化呢 所以我很好奇了 其实当时刘悠彤还亲口跟我说 他说郭台铭不会去站台已经确定 不过后来问过高宏安 高宏安说不是这样 所以我不知道最后你们怎么去做相关的协调安排 对这个 当然我觉得各方的支持 我们都很希望能够让到说各方的支持 包括你刚才讲到说 有一些主席级的人物啊 或是说重量级的人物站台 我相信都有加分都有帮助 不过我觉得觉得最重要 尤其是在现在的状况 是要拉到选民的支持 你要说服到选民为什么要投给你 尤其是 我看到越来越多的说法是说 选到最后 随的蓝绿归队 因为大家还是会觉得说 我过去的投票行为 过去的投票习惯 是这样子 那我最后 如果真的不知道的时候 还是投蓝或投绿 因为我大概就是知道是那样子的 我想鼓励大家 出来的投票 出来多 尤其是年轻人多出来投票 就是不要相信你的一票 你要去相信你的这一票 真的可以改变一些什么事情 因为民众党是一个新的政党 但是值得你们的期待 我觉得 我是希望选民不要放弃这一票 不管你的决定是什么 一定要尊重这个民主机制 好 非常谢谢徐福今天来平安健康 拜拜 拜拜